如一点点头 清秀的眉目之间闪过了一丝苍凉 这世间怎么会有源源不竭的血脉之源呢 如祖却突然想起了什么疑问 手指聚拢成为一个莲花状 一抹巨大的光幕出现在这大殿之上 正是刚刚她的虚影降临神印族的画面 师父 这就是万年前您布下因果的神印族 嗯 不过这丝吃里扒外 竟然将神印给了外人 提起此 如祖蕴色满面 龙一天没有任何信用 而这后出现的那个叫夜晨的后辈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将自己放在眼里 此丝太过猖狂 竟然将我坐下三名弟子全部殒杀 什么 那如一目露惊恐之色 您是说 无将师兄已经被击杀了 如祖恨恨地点了点头 嗯 还是晚了一步啊 而且那小子有那人护着 这一次竟没有逃到什么便宜 如一此时方才明白为何师父回来之后 心神极为暴躁 怒火冲天 不过你放心 无将的仇 我这个做师父的一定会亲手为他报 虽然有三名弟子陨落在神印族 但是如祖真正在意的 也只有道无将一个 是 师父 如一若是有能力 也想要替师兄报仇 如一的脸上露出一抹很绝的沙发之色 他与道无将几乎是一同败入如祖座下 两人之间的师兄妹情分 比起其他弟子自然是有亲书之别 不过此行也并非不是全无收获 如祖手中弹射出一丝雷霆之威 将那光幕中的一道身影圈住 这是 如一皱了皱眉头 这个男子年龄似乎不大 散发着桀骜不驯的神态 哪怕是见到师父这样的存在 好像也并没有太过紧张 将其放在眼里 他就是血神 如祖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苏醒了 如一听到这个名字 双手不自觉地紧握在一起 指尖都有些反白了 语气有些颤抖地说道 传说中 血神不是在众神之战中 已经殒灭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 众神之战 他手握那件神物 怎么可能会殒灭呢 如祖冷哼一声 神时已经仔仔细细探查着那道虚影带回来的意识画面 如果我没有猜错 现在他应该已经不死不灭了 那您是说 如一双手忍不住碰了碰耳朵 几乎不敢相信师父的话 您是说 我的命有救了吗 如祖巨大的手掌 抚了抚如一的长发 嗯 他既然已经现身了 那我一定会得到那件神物 你的病 很快就会痊愈了 多谢师父 如一眼角含泪 这些年 他已经吞噬了太多的午休的血脉之力 甚至几乎都要连自己的本源血气 已经快要丧尽了 好了 你先下去休养吧 把狂生和圣念叫过来 如祖看着如一那苍白无力的脸色 手中具现出一颗七窍玲珑之光珠 递给了如一 如一连忙攻身结果 一口吞服了下去 多谢师父 有了这个光珠的浸润和洗礼 如一额头之上 隐隐出现了一个壮如莲花的烙印 此时荧光溢溢 整个人的气色 在这陡然之间变得通透明朗 有了血脉之力的支持 如一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微笑 攻身退下 莲花宫殿之内 两道雷霆在大殿之中一闪而逝 竟然是直接运用法则之力 直接出现在如祖面前 师父 二人面色冷峻 是整个如祖神殿妖孽级别的强者 如祖手中的念珠 见到他二人时 轴然停滞 千万年的齐渠 现在出现了变数 如祖声音低沉 低垂的眸光 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自己这两位爱徒 你们可知 有多位师兄弟已经陨落在一些家伙的手中了 那淡漠且古老的声音 他身却流窜着无比狂暴的杀戮之意 如祖的手指再次碾动 叶辰的容貌 此时被十倍地放大在光幕之上 这就是您说的变数 狂声皱了皱眉头 他在这个人身上看不出任何的端倪 如果硬要说什么 大概是年纪太小 以及这道疲逆万物的淡漠眼神 没有把任何东西放在眼里 他会是你们的目标之一 另一个是谁 圣念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似乎杀人是他唯一的乐趣 是他 血神的样貌出现在光幕之上 这是 狂声几乎要惊叹地跳起来 整个人的气血已经翻腾了上来 圣念看着狂声如此模样 有些奇怪地看着光幕 这个人虽然气息浩渺不凡 但是能够让狂声失去理智 如此狂暴的人一定非同寻常 是他 狂声身后的大刀豁然而出 雷霆之力充斥在整个儒祖神殿之中 儒祖原本放在双膝上的手臂 此时已经缓缓抬起 一道手臂的虚影压向狂声 将他整个人的气息全部压沉下来 呼啸的雷霆之意 将狂声体内抱涌的血脉之气 统统地压制了下来 师父 是我失态了 狂声双膝跪地 面露苦涩 已经万年光景过去了 他的血脉里竟然还记得血神 无妨 儒祖悠悠地叹了口气 血神此时似乎忘了前尘记忆 无尽修为 也已有极大的损失 这一次 你二人一定能将他们彻底灭杀 师父 他究竟是什么人 圣念并不清楚狂声与血神的前尘救援 此时略带迷茫地看向师父 他曾参与众神之战 也与狂声有一点血脉联系 血脉联系 圣念有些惊愕地看向狂声 相识这么多年来 他从未知道狂声的血脉 竟然如此显赫 儒祖看了狂声一眼 并没有再回答圣念的问题 此二人实力非同小可 倒无将已经折损在他们的手中 倒无将死了 圣念面色变得十分阴沉古怪 在这天人狱之中 能够如此年纪将倒无将远杀的人 实在是凤毛麟角 不过这样的对手才更让人产生兴奋 圣念露出嗜血的光芒 脸上竟然是对血神和叶尘浓厚的兴趣 师父 血神交给我 我这次一定杀了他 狂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抬起头的瞬间已经变得极为坚毅 那飘逸出尘的气质 此时已经荡然无存 狂声 卢祖脸色一沉 他本就强压着怒火 此时见狂声如此意气用事 有些恼怒 师父 我并非是意气用事 当年众神之战 都没能让他殒灭 如今 单凭我二人之力 有极大的风险 只要您愿意将血神交给我处理 我愿意联系骨魔 借他之手 彻底隐杀血神 如祖的双眼染上了一丝别样的眸光 哦 狂声向来自诩清高 从来不会假手于人 但是一旦牵扯到血神 他就会彻底地失去理智 失去底线 古魔 圣念嘴角流露出一丝猙獰的笑容 如果有这位参与这件事 事情会变得很精彩 好 就照你所说 血神交给你 你自行布局 让古魔出手 至于叶晨 圣念就交给你了 他有一张极大的底牌 你千万不能小看他 是 师父 两个人脸色同时凝重起来 这次师父下达的任务 并没有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 他二人必须全力以赴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记住 一定要彻底将这二人殒灭 儒祖强压着心头怒火 眸光中露出了必杀的狂暴之意 看向狂生和圣念的眼光 前所未有的郑重而冰凉 是 二人连连点头 跪拜之后化为一道雷霆 消失在儒祖大厅之中 雪神究竟是什么来头 圣念一道流光 悬在了狂生的头顶 语气中满是放荡不羁 你最好不要知道 狂生脸色冰冷 自从听到雪神这个名字后 他整个人就化为了一座冰山 再也没有温度 没有笑容 难够让你这样失态的人 我倒十分想坚实一下 圣念依旧是满满的笑容 丝毫没有把狂生 隐藏的怒火放在心里 若是万年前的他 只怕会是你这辈子的噩梦 是不是我的噩梦我不知道 但一定是你的噩梦 圣念露出了鄙夷之色 师父一说他实力折损 你却还没有一站的勇气 古魔那样的存在 能够让你轻易唆拾吗 古魔与他就算没有我 古魔也一定恨不得 将雪神拔皮抽筋 而且就算是没有古魔 天人玉的隐藏势力 中见阁柳消沉 还有星辰界非明尊 他们也一定会想知道 雪神的下落 圣念眉毛一条 他现在对雪神更加好奇了 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竟然能够八方树敌呢 师父一经将雪神交给我 你有这些功夫 就去琢磨那个小子 能够被师父放在眼里的 你以为他会是普通人吗 我不过是有些好奇 圣念露出了一抹 满不在乎的神态 杀戮对他来说 从来都是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狂生却再也不管他 静止地朝着万古魔窟而去 只要有雪神的下落 他就不怕古魔会不出手 到时候 等到这两人欲望相争之时 他就可以 坐手渔翁之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